我们的民族叫什么 叫大杂局小局局 实际上是个犬牙交错的分布格局 就并没有一个什么地方是纯粹的 是哪一伙人哪一种方法 中国的发展轨迹和西方不太一样 它有一个人和人之间的连接 是靠一些隐藏的默认的观念来连接的 这个东西就是中国人的守护法式 其实这才是它真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深刻的根体 其实这是中国一个独特的经验